我现在就在英网道 后面就是101 你可以看到其实未封顶 这个项目就在2026年的1月落成 都有一年多一点的楼花 它正确的位置就英网道101号 就是这里 你的炮台山站是非常之近 大概一分钟报程 楼盘啦 过条马路 炮台山 你看到整条英网道是 讲到最忙的其中一条线 看这边景观是好一点 但会有个草音问题 里面会静一点 因为隔着了内缘 外面那些一定会吵的 里面内街那些 基本上就没有景观 全部被楼包围住 那就看你要些什么了 我们有个公共同体 这边就对英网道 景观会漂亮一点 里面内街 电学街或者其他内街 你看到都是楼境为主 至于它会不会过到前面那扇旧楼 多少楼过到过旧楼 因为它大厦那里 没有贴过楼层 所以 搭不到你 望英安道的车楼量比较大 噪音一定有 但景观都是最阔的 这个就是高层的景观 视野够开阳的 方向就是东北和向东 虽然就眼看都是楼 但面壁的感觉就没那么重 而且可以就着大家望的视野会更加远 我们飞进去看看中层的景观 基本上和高层的分别不太大 反而可以看多些陆化和公园 如果有中层再下来 你的景观会变得更加丰富 就看个人的喜好 唯一的缺点 低层就可以感受到城市的密博 车水马路 这边就向内街 方向由南去到西北 你可以看到升上来都是一堆楼 不论是中高低 全部都是楼境 而且楼与楼的距离都相当近 你只能透过楼那边 看到少许海景或其他景观 缺点就是缅壁 优点就是有机会赤隔便宜一点点 项目前身是城堡大厦 和露天的停车场 由旭辉和环安合作 以18.8亿元投得 当时旭辉佔有60%股权 之后还安火炮会赐基金以13.38亿 买迷欲挥手头上60%的权益 之后向地政总主义1673万保再定价 现时项目是一栋28层高的商住大厦 另设一层地库 总楼面免积12.8万呎 提供251个分层单位 实用面积介乎204呎1291呎 含固1房读3房 一般分层的层高是3.45米 特色是4米 大厦基座是会所商铺和露天广场 提供一些文娱餐饮的空间 整个项目将会开放示范单位 还有开价 出现价钱我们再谈 准备 s词 破坑 不 连